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进入难易度式中的题目 好,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题目前面是这样 A是实数 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实数 实数 我们在国一的时候有介绍整数 是不是 整数包含了正整数 这个整数的英文代号用Z 正整数,0跟负整数 然后呢,还有非整数 非整数就是不是一二三四 负一负二负三负四那样子的数 那么实数这是国小,国一学的 那么我们在学实数 实数包含两大型 在国中学的都是实数 一个是有理数 另外一个是五理数 有理数是你,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你可以有感觉的数目字好比说一啊 负一啊 二分之一啊 七分之五啊 你可以写成分数的数字 几乎都是他就是有理数 那么什么叫做无理数呢?我们也学过 好比说我们学的π 它就是一个无限的小数 或者是我们说根号二 或者是根号七等等 就是无理数 那么我们说A是实数 是这样 那么我们到高中的时候 还会学一个数字叫做虚数 虚数 一个是实数 一个是虚数 我就不要再讲了 免得大家就搞混啊 我们先这个样子 好A是实数 它的解呢是 AK是小于等于2 我们要求一下 A是A的范围是多少 A是多少 来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来整理一下 左右同乘以5 左右都乘以5 那么四值就会变成 Ax-6 会大于等于 都乘以5 所以会是10x-20 加6 Ax-10 Ax-10 好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题目说 X会小于等于2 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这个东西它会写以 写成小于等于2呢 也就是说啊 这个符号会变嘛 你们看到这里符号变了 对不对 符号变了意思是说这里就是一个负号 然后转过来之后跟负14 约分会变成2 也就是说 A-10 它会等于负7 它等于负7 除过来这地方 C就会变符号 然后这个地方负会变正 那么A就会等于负7 加10 所以A等于3 大家有没有稍微烧到你的脑 雪 雪